干货却拿走,开箭就赚,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咱做一个暖暖和和,吃鲜香的冬松虾仁小红豆 新鲜大虾仁我们改一下刀,贴成这么大的丁 改刀好的虾仁,调入盐,胡椒粉,先取料酒 抓勻后腌制腌制,去去腥 腌制虾仁的同时,我们调一个肉馅 半斤五花肉末,加入10克生姜末,再调入4克盐 2克胡椒粉,2克鸡丁,10克生抽 少不了半个鸡蛋液,刷手抓拌均匀 顺着一个方向,使劲搅动,把鸡蛋液吃进肉里去 顺着一个方向,拌好的肉馅,也就是给肉刷刷劲 谈谈的吃起来才香 然后再加入切好的冬桑丁 再次翻拌均匀 腌到15分钟的虾仁,加入清水,清洗一下 然后稍微挤一下水 捞出 这样做为保持虾仁滑弄鲜香的口感 冬桑肉馅和虾仁准备好后,接下来我们包制小红豆 取着红豆皮,抹上冬桑肉馅 抹开,然后再给一个虾仁 卷起来,往里面一怼 然后手一窝,一个红豆制作完成 其他的,以此类推 抹开,给虾仁 往里面一堆 一捏,手一窝 开水,下红豆 推一下锅底 趁着煮红豆的同时,我们调一个碗底 碗底放入虾品,紫菜 小香葱,再调入盐 胡椒粉 加入我们提前熬好的高汤 红豆煮到飘起熟后,捞出装碗 最后,滴入两滴虾油 这样我们一碗鲜香 煎活的冬桑虾仁小红豆制作完成 吃一口 虾仁口感滑嫩 肉串吃着香 冬桑虾仁小红豆 只要是取冬桑虾仁的鲜美 结合肉的香 把虾仁单独包进去 每一个红豆都有虾仁 做法简单 一上手 鲜香味十足 特别适合在家里做给自己的家人吃 冬天天气冷 希望我们的小吃能温暖大家 今天的教学就在这里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餐创勇课堂 在这里您将学到更为专业的 详尽的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全都是以开店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清晰准确 包含设备采购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家常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起更专业 更系统的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享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